物理支架鐵雪門被撞飛到馬路上 一整個車道都被擋住 員警來到現場 因為有民眾報案 當街被殴 兩名受害者 其中一個是民進黨 坦南市黨部的主委潘興傳 司機頭部和手部都有擦錯傷 送救護車到醫院檢查爆炸 潘興傳則是在 和對方拉扯的時候跌倒 沒有明顯的傷勢 這起暴力事件 是發生在上午的八點五十分 兩名男子等在護理家的門口 看到潘興傳和司機出現 開進停車場內 打人砸車逃逸時撞飛鐵捲門 一個小時後 十點主動到附近的派出所投案 是兩名歹徒駕車到達現場後 一人持球棒砸損一輛自小客車 那名歹徒與現場員工扭打 造成該員工手部受傷 潘興傳長期在地方耕耘 過去擔任過 台南市府的顧問 民進黨是黨部職位 現在是黨部的主委 經營護理之家 這一次潘興傳被人刻意襲擊 對方是衝著他還是司機而來 警方還在釐清兩名胸閒的犯案動機 三連線網上有何鎮鋒 台南報導 北區天宵 北區天宵 北区 北區 北區 感谢观看